禁思雨30年大大的看板点出这次的主题 有人是特地从北京来 四年前就在佛饰展遇见词记 对禁思人文很认同 因为现在的人心很浮躁 然后看了这个禁思雨之后 很多客户都找出 哎呀我在哪里能够买到 有精装本也有随行本 里面的话语简洁有力 让人爱不释手 这种小本子携带很方便 因为我经常出去旅行 我觉得在飞机上啊 或者是后机的时候都特别方便 厦门双十中学的董寒珍 则是放弃了学校的校庆活动 特地来做制工 我们要把握姻缘 然后珍惜当下 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空余的时间 拿来做有意义的事情 厦门佛饰展 此季今年是第12年来参加 王行若跟着妈妈一起来做记录 在过去她可是足不出户 慢慢就胆子就变大起来了 也爱说话 心情变得好很多 大学会考的压力 让新洛封闭了心灵 妈妈带她走入慈祭 有了转变 爱画画的她 也爱把慈祭人画进她的画作里 信条柔和 色彩丰富 来了慈祭以后 她就觉得慈祭这里的人 跟外面的人是两个世界 然后来到这里 她觉得这里的师兄师姐都对她很好 这次的博士展是她主动提出要来做制工 和善同行 心也不再阴霾 大爱新闻之圣美志工张艺川 刘玄玄 董家坤 附近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